如果一天最高紀錄 是可以哭掉那個 兩包滿滿的衛生紙 就會一直問說 為什麼是你自己 發生這種事情 為什麼你這麼信任的人 要做這些事 你會無止境的鑽牛腳尖 在這件事情上面 然後就開始造成一些 生理上的影響 所以就會有一些不好的想法 到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妳是妳講 說妳要傷害妳自己的意思是 妳想要輕生嗎 對 這麼嚴重 今天這個邀請到雨柔 雨柔呢 這幾年是經歷感情婚姻 還有有一次是被偷拍的事件 對對對 那妳也有這個 去看身心科醫師 為什麼 其實那時候 因為是最主要原因 是被偷拍這件事情 我覺得影響很大 然後就像蘇清姐剛剛講的 你就不像你自己 你會做一些 你自己都覺得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比方說因為被偷拍的場所 是在廁所 所以你只要看到廁所 是餐廳嗎 沒有 是健身房 健身房 對 但是你只要看到廁所 你就會害怕 你只要經過廁所就會害怕 你只要想廁所 你就會害怕 然後因為那個偷拍的東西 它是我們那個手機 很像那個豆腐頭 就是那個充電座 它長的就是那個樣子 是 所以你舉凡手機 要充電看到你就會害怕 那你每天我們手機 都要那個充電頭啊 你每天都要上廁所啊 所以你就是一直處在這樣高壓跟很害怕的情況下 然後導致於你的生理狀況就會發現一些問題 我到最後是幾個禮拜後我發現 我已經不是原本的自己 比方說像蘇清姐剛剛講的 你會手麻腳嗎 然後你會因為害怕不想看到這些東西 你的害怕是怕說那個被偷拍的東西被傳出去嗎 也不是 你一開始還沒想到這些 你只要是看到這個東西 你就會害怕 因為你已經知道偷拍是一個事實 對 所以你看到一個場所 你就會怕 但你礙於不想看到這些東西 你就會躲在家裡把燈全部關掉 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面 把自己塞在角落裡面 然後我一天最高紀錄 是可以哭掉那個兩包滿滿的衛生紙 因為你會一直問自己 有一陣子的衛生紙漲價 那個時候還沒有 那貨很充足 但是你就會一直問說 為什麼是你自己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為什麼你這麼信任的人 要做這些事 你就會 你這麼信任的人 對 你會無止境的鑽牛角線 在這件事情上面 然後就開始造成一些生理上的影響 比方說我那時候最高紀錄 是我三天沒有吃東西 但我自己不知道 我到最後發現是 我好像很久沒吃東西 我要逼自己吃東西 但是我一吃就吐 然後我兩天沒有睡覺我不知道 但是我意識過來 我好像兩天沒有睡覺了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你還是不想睡 就是因為太多不正常的原因 然後你才想說 我好像不太對 因為到後面我覺得有點嚴重 是你有一些壞的想法 是 就是那些壞的想法 就是你會想要傷害你自己 這麼嚴重 對 因為你會覺得 我到底做錯什麼事情 為什麼要被傷害 對 所以就會有一些不好的想法 到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你是想 說你要傷害你自己的意思 是你想要輕生嗎 對 這麼嚴重 然後那個時候去看了醫生 好險那個時候看了醫生 因為 距離你 距離 你被偷拍 然後身體開始變狀況 有狀況 到你去看醫生這樣多久 大概一兩個禮拜 那很快耶 對 因為那個變化其實很快 也很大 你平常就是這樣的作型 你平常就是這樣的個性 但你不一樣了 所以你就趕快去看醫生 但也好險去看醫生 因為我並不知道 我發生什麼事 我的心理狀況 我從來沒有生病 心理傷過 所以看了以後 醫生才跟我說 你這個是非常重度的心理疾病 然後包含了恐慌症 非常重度 因為我已經 那個時候到踏出家門 是快要一個月 我才可以正常出門 做事情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只要一出門 我就會害怕 因為你會想說 我身邊這麼信任的人 他都做了這種事情 所以那個是有破案 有 那你難保說 路上一堆不認識的人 工作一堆不認識的人 他們會對我做什麼 我會開始去想這件事情 所以你就會開始害怕 那你方便講一下 就是說 偷拍你的人是誰 然後後來怎麼破案 這個其實就是盜管的老闆 那個健身房的老闆 健身房的老闆 然後因為我的衝擊 會這麼大的原因 是因為那個偷拍的東西 是被我發現的 是我報的警 然後當 為什麼你會發現 我就上廁所 但是我一個下意識覺得 奇怪怎麼會廁所有充電器 這不合理 再怎麼充電 你是在房間 這不合理 廁所不可能不合理 所以就那時候仔細看了一下 就覺得那個豆腐頭上面怎麼一個黑點 然後我就想說報警好了 因為那個黑點有點不太對勁 那警察來現場拆開之後 他裡面就有記憶卡 而且現在先進到就是 他那個東西只要插上電 馬上就可以錄 而且還可以連上網 也就是說好可怕 他手機可以直接連到那台機器 看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已經先進到這種地步 是 所以他可能 那個老闆可能隨時在自己的 手機或者電腦 在看這個東西 他偷拍照的 而且是同步 同步 對 所以就是因為這麼多衝擊的情況下 然後我覺得 我有點承受不了那個打擊 這個人有抓到 有 當然有 因為就中間就有一年多的打官司 然後我覺得打官司 其實也蠻煎熬的 因為不可能有一個做錯事的人 到法院上就會第一次就說 對 是我做的 我們通常都是去教堂 有人會說我是壞人 所以我要告捷 通常在監獄都說我是好人 我沒有犯罪 對 所以那個過程就很煎熬 因為你要一直無止盡的 聽到謊言 跟你不相信這個人 怎麼可以這麼會演戲 對 就是我覺得過程也很煎熬 然後到最後我真的覺得 我好像每一次就開庭回來 我就要花很長一段時間 再走出來 因為我心裡又會受影響 看到這些人 聽到這些事 脆弱都要被再接出來 對 我就覺得好像 我真的沒有辦法承受 所以後面就交給律師去出庭 我就是我真的沒有辦法面對這件事 那那個事情判了嗎 判了 判完了 判完了 判多重 判蠻重的 就是我記得當時有律師說 如果是出犯 那你就是可能判個半年幾個月 然後就罰錢 罰錢 因為不用管 對 可是因為在這過程中 在打官司 在法庭上的過程中 他的態度 法官是不認可的 對 然後 他拒不承認 對 然後一直說謊嘛 一直說謊 所以他其實判了一年多 要關 不得一顆罰金 這個要關吧 劉律師 因為不得一顆罰金 差不多六個月以上的話 那其實就要執行 我們男生比較難體會 這種被偷拍 對女生傷害有多大 你看你就這麼嚴重 你去就診醫生說 你得了什麼病 憂鬱恐慌 憂鬱症加恐慌症 這麼嚴重 對 一次來 而且那時候是內分泌失調 然後什麼東西都失調 就是你身體變得很 我那時候那個臉上的痘痘 是長到就是沒有路可以走 因為你幾乎沒有睡 對 就是你身體狀況都不對了 對 那老公的反應怎麼樣 當然那時候他會說 他也很生氣 然後就是他也很在乎這件事情 他也就是站在我同一陣線上 但是嘴巴縮得跟身體臭得要同步 對 但是他還是在原本那個場地教課 就是我出事的健身房 你那邊被偷拍的健身房 然後老公是在裡面工作 他是老師 對 他有在那邊借場地教課 但是我們因為自己另外一半 發生這種事情 我們第一個想法都是 我們不要再靠近這個地方 對 不要再去這個場所 不要再跟他有牽閣就牽扯了 因為他會影響到你另外一半的心情 多多少少或多少會 今天我只要一出門知道 我的另外一半是要去這個地方教課 我就會又想到這件事情 但是他有千百種理由告訴我他非去不可 為什麼 就是可能場地費比較便宜啊 然後可能他的學生在那邊上課習慣啦 就是種種的原因來說服我 他必須要去這個地方 可是那個時候你也只能掐著自己大腿就說 不能影響到他賺錢 你不可以有太多的反應 讓他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畢竟我是這件事影響的人 不是他不能影響到他生活 就是當你在受傷的時候 你還要幫他想說 對 他不應該為了我做任何的改變 或者是調整 對 然後就是但時間長了以後 會開始心理不平衡 就會覺得說是不是別人的另外一半 遇到這種事情 不會有這樣的結果 你就開始鑽牛角線這件事情 他老公這樣的反應是對的嗎 當然是不對的啊 因為他 他是他最親的人 他應該要給他支持 可是他先生有千百種理由 他非去不可 我得賺錢養家 這是合理可以理解的事情 可是顯然就是賺錢養家這件事情 比如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要重 不過當然也有一個 我並不是為他開脫 而是說其實旁邊那個照顧的人 他其實也不懂 他也不懂 女生碰到這種事情 會是遇到的多大的傷害 所以他以他的本位主義去想這個事的時候 他其實並沒有給予你同理心 其實有一個韓國的女生 她是在醫院的廁所被偷拍 她還不是像宇柔這種是知名人物 她只是一個普通的女生 她在醫院上廁所的時候被偷拍 結果她是自殺的 所以像這種偷拍行為 被偷拍者自殺 就是那個女生她是住院的時候 上廁所 就受害者 受害者 結果她這個影像 她知道這件事情以後 她就是引發了急性的焦慮的反應 結果她是自殺的 所以其實宇柔這種反應 我覺得聽起來是蠻合理的 可是站在男生的角度 站在你前夫的那個角度 其實他未必知道 那我們稱這種就是偷拍的行為 尤其他是在廁所偷拍裡 他這個叫做影像的性暴力 這種暴力行為 他會跟什麼嚴重的連結起來 就是網路的霸凌 尤其是像他這種是知名的人物 其實他會有焦慮反應 因為焦慮就是對未來 可能發生的事情 會產生非常非常多的想像 但常常影像性暴力連接下來 下一個反應就是 網友看到這個網路的影像的時候 他會因為他是匿名者 所以他就會無所忌憚的 比如說對你進行羞辱 批評 這個羞辱批評 不是去罵那個拍的人 他有可能去批評你的身材 甚至批評你的性格 說你可能是 有那麼嚴重嗎 有那麼嚴重嗎 對 所以當你感受到這些 或者是他甚至還沒發生 你想像到這些的時候 你心裡就產生很大的壓力 還有你剛剛講到一個關鍵字 就是偷拍你的人 其實是你熟識的人 所以刹那之間 你對旁邊的人的信賴感 還有你平常生活 所擁有的那個安全感 全部都不見了 那甚至更嚴重的 就是很多這個偷拍的人 他也知道 其實那個受害者 是不太敢講的 所以他最後也會去非法的交易 還有去販賣 在網路上傳播 當時最大的擔心 會擔心那個影片外流 當然會 當然會 所以我們就馬上就有 跟警察說 是不是要趕快把他的那些 相關的電子產品 先扣押 對對對 但來不及 都是都已經刪光了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這種擔心 他基本上叫做一種 社會性的死亡 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網路 一旦傳出去的時候 其實要完全地消減 他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受害者他有可能 他一輩子都會 對於這種莫名其妙 不知道會不會發生的事情 產生一定程度的 因為他會跑出來 對 去恐慌 還會嗎 當然會啊 還是會 當然會 是 新聞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